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列定为枪支 非法持有将遭到判刑 目前已经将涉案的30人移送法办 主犯则被判有7到10年的有期徒刑 新闻时时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